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毕竟公投真的是人民拥有的权利 而提案人 提案方所做的一个补证跟修正 我们认为是符合地方自治事项 例如地方的环境等等 所以收到行政院有这样子的消息 我们感觉到不能理解 不过实际上来说 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们给我们发文里面实际的内容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会等到收到这些文以后 才会做进一步的一个决定 至于后续动作 金融市长谢国良表示遗憾之外 强调将等到收到公文之后 再做进一步决定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金融市政府今天宣布成立iVoting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22号开放上线 民众可以针对公共议题提点子 参与讨论和投票 市长谢国良说 实体公投需要在规定的时间点内进行 但透过金融iVoting则能随时表达民意 会让民众参与公共政策 金融市政府宣布成立iVoting平台 那我们这个iVoting系统呢 未来将尽快的上线 那上线以后透过联署跟种种方法 我们就可以让这个基隆的民众 针对公共议题 不管市政府喜欢还是不喜欢 都可以有这个机会来表达 那这也是基隆市政府 在过去以来第一次有这个公民 这个线上的表达及投票的系统 iVoting平台在全台22个县市中 基隆市是第18个成立的县市 未来民众可以针对公共政策提出建议 我们三个平台里面有所谓的提点子 跟中开奖还有参与议事预算 那提点子就是民众可以把他想要 让这个城市变怎样 那或许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体验到的感受到的 希望提出来邀集更多的民众一起参与 我们的中开奖是由各单位来提出 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说收集到更多的民众 对于这个政府单位提出来的议题 给我们一些指导跟指教 在我们启动的时候呢 还有民众的意见一起来做一个就是 做一个参考 那再来就是我们参与事预算 参与事预算其实比较特别是 我们公部门跟民众一起来 就叫做提出所谓的候选方案 那大家一起来挑到底民众或公部门提出 政府率先先经过各局注释的一些统计 我们在中开奖的部分 中开奖是由机关来提出 已经累积了三个 第一个是刚刚提到的 垃圾车播放音乐的问卷 现行的音乐是不是有机会 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大家在网路上能够提出各种想法 环保局也做好准备 你的意思是说什么样子的音乐就对了 因为有人说那个音乐已经 几十年都没有改过 所以有很多人反映说 是不是可以换个音乐 对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在 其他县市也有讨论 但是透过iVoting这样的平台 基隆市这是第一个 其他县市像捷运的音乐 太急促或者之类 那我们是针对垃圾车 第二个是我们 因为竞选期间有一些广告物 在我们推动干净家园的空中的部分 那全局又快到了 是不是竞选广告物 能够有所管制 这个部分我们也放在公共参与的iVoting平台上面 让市民朋友也可以有感而发 或者甚至他觉得说应该怎么做 市政府我们会来纳入相关的参考 最后一个是 在市政的这个一样在市容的这个诊件上面 我们发现很多工地的围离 应该有更美好 更环保的围离 像绿色植栽的围离 其实受到欢迎的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iVoting也提出来 让民众们来一起帮我们了解 是不是这个围离在哪里有张乱 应该怎么来做 这个部分成为我们市政府的伙伴 市民朋友的意见 我们也希望能够吸收得到 市府希望透过线上参与的机制 让更多民众的意见能够充分表达 记者黄少民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金融市议会民政小组及建设小组的议员们 专程到高雄市议会拜会 并参观高雄港务公司 以及各特色码头和港部设施 议长佟梓威表示 金融和高雄都是台湾面向世界的窗口 希望维系南北两个港都的交流 合作晋级跟世界交朋友 坐船在高雄港内 看向港边陆地上的各项建设和特色建筑 美丽的港景以及高雄环港轻轨 确实让人直接感受到高雄港市的进步 金融市议会民政小组以及建设小组议员们 在召集人郑文婷和陈明健带领 以及金融市议会议长同志伟陪同夏 专程到高雄市议会拜会参访 受到高雄市议会议长康玉成的热情欢迎 亲自接待 那时候人盖这么大街也算有眼光 包括民进党金融市党部主委 也是资深前金融市议员苏仁和随同议员们 一起拜访高雄市议会 并且参观高雄港务公司 以及各特色码头和港部设施 金融跟高雄市我们的整个海岸的 这样的一个门户 一个北一个南 我们今天来到高雄市来参观 希望把高雄市整形这样的一个海景 能够和我们金融来做一个结合 同样的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也感谢我们议长同议长 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规划 能够让我们整个北 金融南高雄市的 整个海港的门户 能够带动我们整个全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经济 机动市议会议长佟梓威表示 机动和高雄都是台湾面向世界的窗口 希望维系南北两个港都的交流 合作晋级跟世界交朋友 跟产业的发展上面都有很多共同相似的地方 只是高雄港的资源 跟机动港的资源 当然一个是机轄市 一个是省轄市的关系 但是我们有很多可以参考 包含我们的这个轻轨 还有博二特需 博二跟这个轻轨 我们大概大家都有经验 留一点印象 我想说发展得非常的成功 那最近听说这个廉价 高雄这个高铁进来都是客满的 所以代表他们这个观光推动的实在是非常的好 那对我们基隆来说 我们现在正在意后转型的阶段 我们当然要有一个持续努力的空间 跟进步的机会 所以我们来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学习 我想真的要谢谢康议长 各位拜托我们基隆市议会 给高雄市议会一个掌声 高雄市议会议长康玉成则指出 基隆和高雄市议会有越来越多年轻议员 和资深议员互相交流 相信会激出更多元的市政建设 而高雄近几年来的建设和进步 是大家有目共睹 希望基隆和高雄持续相互交流 让双方城市继续进步 资深的各自都会战战兢兢的 然后也各自有关心的不同的地点 那互相会交流 互相会召唤新的 其实是好事 所以不用担心 我们一起努力一下 对不对 对 那么再次的欢迎我们高雄市议会 欢迎基隆市议会的各位议员 在我们议长的带领之下来到高雄市 高雄市议会议事厅里面 在环形天花板上有相当引人注意 以刻度写下的38个行政区 象征着广大民众的府市监督 行政区简化呈现在主席台前的38个方块 象征加持于议会主席 强化市议会的代议政治本职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地检署的陈情信箱 有人留言说 基隆火车站被人放置了五颗遥控炸弹 警方紧急动员大批的人员 在车站内外展开地毯式的搜索 不过并没有搜出任何的爆裂物 市长谢国良召开记者会 说明整件事情的原味 希望民众能够安心 是否打击不法 绝不松懈 进入火车站北站 远景拿手电筒 推开门之后 小心翼翼仔细搜索 把机房各个角落全都检查一遍 另一组人马绷紧神经 前往月台 展开地毯式的搜索 我这里来找 我这里摔着把他 他说我带来前往六十 我们看这种 接下来跨本后就有了 看到就有了 看到这种 都这种 他有说你看什么 没有啊都没讲 就叫我去看他 基隆地检署的陈勤信箱 21日被人留言 说机隆火车站某处 安装了五颗遥控炸弹 警方获报不敢大意 搭逼远警协同防暴小组 在车站大厅月台售票处展开搜索 并针对行机可疑的旅客进行盘查 这个恐吓案提到的留言 是说希望释放某些 在这几天发生严重治安事件的帮派分子 所以我们觉得说 现在我们希望 我们能够积极地 把治安能够改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我们基隆市府 尤其是我上任以后 我们真的是对黑帮 真的是零容忍 从我们上任以来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只要有任何作为 我们就是非常积极地 要来告诉市民我们的决心 那我们觉得此风不可掌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也要 除了责称我们基隆市警局 跟铁路警察局以外 我们要恳请更多的检警单位 要来尽快地将这些嫌犯绳之以法 那我们再次宣示 只要有嚣张的帮派行为 在基隆市的境内发生 我们一定会全力反击 完全不会给予任何的空间 那最起码 这个是我们市政府的立场 那我们今天在考虑再三之后 也决定要跟市民朋友讲 请大家安心生活跟通勤跟交通造就 但是我觉得民众有知的权利 我们仍然是需要告诉市民 发生了什么事 及警方的作为 最重要的是要让市民朋友了解 在张局长跟刘大队长 及全体基隆市警察局 还有铁路警察局的同仁努力之下 请大家安心 在第一时间接过地检署的通报以后 我们就立即 这个报警地检署指挥 也通知刑事警察局 那也通知铁路警察局 那并由铁路警察局派员 以及本局的监视科 拿相关的器材 到火车站 在那个徐站长的陪同之下 对这个厕所 还有公共空间 还有整个 南站北站相关处所 做一个这个安全检查 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可疑的物品发现 所以也请市民放心 那这一个案子 我们有根据这个资料里面发现 他有的这个电话是跟 某警察单位一样 那他这个信箱的地址 以及这个email 跟前不久跟桃园捷运 以及跟这个高铁桃园站的 相关恐吓的言论的信箱 是相同的 所以研判这个是报纸报的 可能是有一个姓张的路声 可能是他所为 不过我们还是无望无众 继续再深入侦办 结果警方地坦室搜索 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爆裂物 金融市长谢国良晚间也召开了记者会 向民众说明处理过程 希望民众能够放心 强调警方打击不法 维护民众安全绝对不会松懈 记者 黄少民基隆报导 内政部长林又昌以校友的身份 出席国立机中96周年校庆 感谢学校栽培外 也鼓励学弟妹们 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 而针对网路诈骗猖獗 林又昌表示 他已经亲自拜会LINE公司 LINE也会针对重大案件 建立红色通道 阻隔诈骗 内政部长林又昌 以大学长身份和议长同志委 一同出席金融高中校庆 对金融高中这几年 不论在体育或者升学 成绩进步很大 身为学长他特别的骄傲 所以我单身部长之后 第一次会来参加校庆很高兴 那其中在所有的校长 跟师生大家努力之下 一直在努力一直在进一步 那而且在前两年 我们还得到这个奥运的一个金牌 我还陪着蔡总统回校来表扬 那所以今天回来参加校庆 是以另外一个身份 过去用市长 现在用部长 然后希望跟所有的师生 大家一起努力 让其中更好 网路诈骗层出不穷 内政部长林又昌 日前拜会通讯软体公司 希望能与赖公司 一起打击诈骗 获得相当大成果 诈骗的问题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上任之后呢 从源头来进行管理 也就是这个网路上面的一个 这个投资广告 在不管是Meta 或者是Google 来下广告 未来都要采取实名字 而且行政院已经完成 修法的一个动作 送到立法院 希望能够在这个会期 能够通过 那另外我昨天 特别去拜访LINE公司 就是希望说在LINE群组上面 的这种诈骗 未来也能够被二指 所以昨天也有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成果 就是我们跟LINE公司 基本上达成共识 未来会开立这个红色通道 也就是针对重大 而且急迫性的这些 犯罪的一个案件 我们的警战署 跟刑事警察局 可以跟LINE公司 透过红色的通道 来及时通报 那并且尽快地把它下架 让民众能够减少 这个被诈骗的一个机会 我想这是昨天 去拜会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进步跟成果 刘昌成为金融高中 史上第一位部长 不忘感谢学校栽培之外 也鼓励学生们 多多朝自己的梦想前进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有丰富场馆资源 兼具人文及自然风景 想透过您不同的视角 表现出来 海科馆邀请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透过手机镜头 分享你的创作 释放心中独特的创意与想象力 还在等什么 快来参加 乖孙咧 要来吃饭 但是我要去银行缴纳 使用牌照税 现在用手机就能缴税了 收到缴款书后 下载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APP 扫描QR口就可以马上缴纳 还有信用卡 ATM转账等 多元缴纳管道 都可以选择的 乖孙咧 上车 带我去多多工 多元缴纳 不可转 一路顺差 安心 GO 基隆慈云寺 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 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 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 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 慈云寺 大家好 刚刚有看到 小爱爸爸过路口的样子吗 我的过路口的方式 是不对的哦 不要学我的样子 过路口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滑手机 因为我们基隆现在推动 行人友善政策 摩托车 汽车 会礼让行人 但是行人也有责任哦 行人的责任就是 尽快地通过路口 效率 安全 然后呢 要跟我们礼让的车辆 要表示感谢 我们的友善行人 在基隆继续推行 友爱城市 也感谢我们的车辆 更感谢我们的行人 在通行的时候呢 要快速 然后有效 又要谨慎 谢谢大家的配合 慈云寺的财神店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 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心众认养 到了慈云寺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店参拜哦 想知道 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 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 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金融市长谢国良参加金融高中校庆 鼓励同学均衡发展 另外针对护海公投被撤销 他表达遗憾难过 市府会寻求行政救济图进及方法 讨论清楚后向外界说明 金融高中校庆 市长谢国良亲自到学校 向学生和市长表达祝贺 学院当然固然是很重要 可是同时间维持各类的一个活动 的一个平衡 也是一样对各位同学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鼓励同学学院很重要 但是我们也一起均衡发展 其他的兴趣 跟专场在这边非常开心 能够再一次回到金融高中来 因为过去我在担任立委期间 我那时候也跟很多的议员跟校长 过去有合作对于学校的设施 共同的努力 所以回到我们这个学校来 总有一丝丝的温暖 亲自将首长拓印留给校方作为纪念 谢国良说金融高中这几年 校务都是蒸蒸日上 有非常好成绩 在担任立委期间就跟金融中学有很好的互动 那过去他们包括现在您看到的这些路面的建设等等 都是我们跟当初的校长 然后还有议员校友们合作的结果 那中校长我也非常感谢他 因为他是我教育政策的重要顾问 我们前几天才开会讨论如何让基隆 更多在地的孩子留在基隆念高中 所以他那天就两三天前吧 我们都固定的有开会讨论在地基隆的 孩子们的教育政策 所以我也非常感谢中校长 在这方面给我很多好的建议 那所以今天来到基隆中学庆祝校庆 其实基隆高中就是为了基隆人的子弟 那来设立的 那我们希望学校越来越好 当然我们的学生表现越来越棒 尤其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呢 未来都是我们国家的人才 针对行政院21号认定户外公投 违背宪法及中央法令 必予以撤销 市长谢国良说 这项决议等于让基隆市民 基本的公投权利丧失 还是认定地方的环保 地方的渔业 是地方自治的事项 当初假如连署完送到市府 市府批准合可之后 其实就可以进行公投 这公投其实也只是地方反应民意的一种方式 然而透过了不同行政程序的操弄 最后却变成了民众基本公投的权利 已经丧失了 本府虽然努力曾经尝试用解释的方式 只是想要还给民众该有的一个公投权利 然而行政院却仍然把它驳回 所以我只能说我感觉到非常的遗憾 引起非常的难过 那至于未来 我觉得对于这个公投的救济途径 该有的 我们应该都会走所谓的救济途径 对于后续救济详细内容 谢国良表示 会议是否相关局处研议之后 在对外说明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基隆市同军会举行同军表扬大会 表扬优异的同军团 同军服务员及优秀的同军们 市长谢国良以基隆市同军会会长的身份 清零现场 颁发基隆市同军会理事长当选证书 给张渊祥外 也请免大家齐心为同军运动贡献心力 基隆市长谢国良亲自颁发当选证书 民政处长张渊祥 正式接任基隆市同军会理事长 他一向也对同军的业务非常的热心 那同军这块我们非常的重视 那也希望这个同志军 可以发挥这些助人的精神 在社会上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基隆市同军团表扬大会上 表扬基隆的同军团及个人奖项 基隆市长谢国良 齐取同军伙伴 落实日行善理念 基隆市同军会近几年来 如同我身上穿的套白色的海同军的服装 我们会积极的往海洋来参与 像今年我们配合市政府台流杯的帆船赛 组队来参与台流杯的帆船赛 也会在平常设更多 让孩子们可以学习成长的这样的 我们在同军叫晋级以及考验的这样活动 让孩子们能够跟其他县市的同军的孩子们 一起来参与各项的活动 更期待在今年基隆市的同军会会组织一团40个人 到我们韩国参加四年一次的世界大露营 这是我们基隆同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代表团 能够让孩子们在这四万五千层露营 以及150多个国家 共同感受到世界同军的温暖 跟世界同军运动的力量 新任同军会理事长张元祥表示 未来将结合公司力部分资源 积极办理同军活动 同时和世界的同军接轨 发挥同军行善精神 帮助更多的人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下面转出 一切平安 就是小军 我们和我的声音 我们赶紧 有点赞 我们的声音 到时候 我们美国计则 我们的让我们要钱 重要政策、大型活動 或是社會福利措施嗎 關心市政做回來節目 特別邀請了產官學界 來討論各項政策最近發展 也歡迎民眾表達意見 讓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脈動 歡迎鎖地美洲山晚上9點 基隆第四頻道 關心市政做回來 大家好 剛剛有看到小愛爸爸 過路口的樣子嗎 我的過路口的方式是不對的喔 不要學我的樣子 過路口的時候呢 我們不要滑手機 因為我們基隆現在推動 行人友善政策 摩托車、汽車 會禮讓行人 但是行人也有責任喔 行人的責任就是 盡快地通過路口 效率、安全 然後呢 要跟我們禮讓的車輛 要表示感謝 我們的友善行人在基隆 繼續推行友愛城市 也感謝我們的車輛 更感謝我們的行人 在通行的時候呢 快速 然後有效 又要謹慎 謝謝大家的配合 我們換個角度來瞧瞧 所以記住眼見不一定為真 科技進步人人都可以是記者是編輯 有字有圖有標題越聳動讓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無聊來玩玩而已 另外還有照片合成技術造假就更容易 還有現在很夯的AI技術可以一花節目 不是他說的都會變成他說的 那該怎麼辦教你簡單小貼固 1.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這會不會是假的 2.養成查證訊息的習慣 看看新聞來源作者還有日期 更要通過各種管道來查證 破解假訊息行動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標題 不要分享 不要按讚 不要驚慌 要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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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團關心你 有人跟我告白 我拒絕他了 從那天開始 他每天出現在我附近 還會發很多奇怪的訊息 怎麼辦 別擔心 從民國111年6月1日起 此類跟踪騷擾行為 都屬於犯罪行為 被害人可提出告訴 警方也會對加害人 開出書面告誡 兩年內再有跟踪騷擾行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請保護令 違反保護令者 可處三年有期徒刑 攜帶凶器者 最高可處五年有期徒刑 追求新疑對象 請尊重他人意願 杜絕跟踪騷擾行為 請打110報案 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讓我來帶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 分享自來接中藥行 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 不斷被轉傳越鬧越大 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 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畢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 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 他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 轉傳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他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 他不追究這事真實案例 要告訴您疫情期間 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 一定要聰明辨別記得1 眼見不一定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記得1 眼見不一定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